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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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业率升至8%以上 近一个星期超过80万人加入新领失业救济大军 疫情之下,美国经济复苏仍然有阻滞 但另一边商的股市自3月以来 由科技股一手带起的牛市 和实体经济显得格格不入 尤其新股市场,今年公开招股集资规模升至千禧年前 即是科网泡沫爆破之前的水平 是否隐含着危机呢? 有数据公司统计,截至第三季尾 美国新股集资额达到950亿美元 折合超过7,360亿港元 要打破1999年 全年新股集资额1080亿美元的记录 只是一步之遥 到目前为止 有235间公司完成美国上市 是2000年以来最多 以集资额计 八成来自医疗保健、科技 以及以SPAC模式 即是特殊目的并救公司上市 当中有云数据平台Snowflake 跨境电商Wish等等的焦点新股 2020年可能是悲情一年 全球经济陷入谷底 失业、消费市道差、地缘政治不稳等等的因素 但偏偏有不少公司选择上市 部分是因为过去大省金钱的创投基金 疫情之前开始变得保守 令科技初创企业决定在业务增长放缓之前 也有分析认为 联储局维持宽松货币政策 利率长期保持低位 大量资金涌入股市场 省户宁愿投注在新上市的大型科技股上面 而疫情改变了大家的生活模式 更加依赖科技创新 刺激科技股向上 今年首日挂牌的新股 平均较交股价高出2.4% 比起近几年都要高 就年向来 不会在新股市场分一杯 跟的股神巴菲特 旗下投资旗艦巴郡 亦都在54年来走次投资新股 投资云端造具平台Snowflake 价值超过7亿美元的股票 上市当日翻倍大有斩获 而以SPAC形式上市的公司 亦都成为趋势 这个俗称借学上市公司 集资额占比由过去10年平均9% 上升至今年的四成 这类公司虽然未有实质业务 但以并较为目的 向投资者集资 这种繞过传统IPO程序的新上市途径 摩根士丹尼相信 市场需求将日益增加 2020年还有3个月 最少仍有15间公司 准备在美国公开招股 例如集资近30亿美元的 大数据公司柏兰泰尔 市传出租民宿平台Airbnb 亦都计划港在今年上市 有投资者担心 美国科技股热潮一旦退却 或影响新股市场表现 不过现阶段下定论为时尚早